大家好 歡迎收看姊姊愛開車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國產小型MPV的銷售天王 Toyota Sienta的改款上市發表會 為什麼說它是銷售天王呢 因為這台車從2016年上市到現在 短短三年就已經賣出了四萬三千部 平均上算起來一個月差不多都有1200台的銷量 那基本上能賣這麼好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本身的空間機能非常好 而且它的這個側面的離地高只有33公分 再加上還有電動滑門這些優點 所以讓它真的在這個極距離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它現在改款了以後有哪些重點 那這次的五人座的部分售價是從649到769 那至於七人座的部分售價是從779到899 首先在外觀的重點在車頭 全車系都標配了LED的日行燈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日行燈的造型 我覺得變得更好看耶 超特別的這邊變成兩道 那當然還有底下的這一個黑鑽式的 你看它變成像點鑽式的 這種黑鑽式大型的水箱護罩 外面還有加了一個鍍鉻式框 我個人覺得比改款前看起來要更有質感 而且更漂亮 至於在車側的部分 雖然說它整體的設計跟小改款前都是一樣的 可是它的車廠大概增加了2.5公分 來到了4260mm 那軸距跟之前一樣是2750mm 聽到這裡你們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雖然說它的車廠不到4.3米 但是它卻能夠創造出媲美中型極具的這種車內空間 重點來了 這個就是它賣很好的原因 電動滑門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的離地高 33公分而已 不管是小朋友 來 這也上車也太快 但是我們先講我們在室內說我們從左邊 如果是一般來講的話 都會請它從右邊上車 或者是說像這種 穿高跟鞋的小姐 小姐喔 上車是不是都很輕鬆 而且你看 它這個椅子還可以前後滑椅 所以不管是說你要依照你的身高來做調整 或者是要載東西來做前後的滑椅 我覺得都非常的方便 上面的空間也很好 對不對 這個車好 舒服嗎 舒服 為什麼舒服 而且它中間裹頂這個地方你看 也超平坦的 所以不管是進出或坐在中間都還蠻方便的 好 那我們現在到車尾來看看 那車尾的話 這次最主要的重點就是這個尾燈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尾燈的設計啊 看起來真的很有質感 有沒有 你近看它其實有一點 就是裡面有一點紋路的感覺 好 很漂亮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行李箱 因為這一台是七人座的 但是你看它這個行李箱的開口 有沒有 開口很寬 然後這裡林地高也很低 所以如果你是五人座的時候 後面把它倒下來 搬東西就會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來到車子裡面 那基本上你會看到 全部的成色跟之前是一樣的 但是它針對了幾個地方進行了優化 比方說門邊 現在的質感 感覺是變成皮質的 還有就是在你的手煞車旁邊這裡 多了一個USB的插座 還有12V的電源 還有就是如果你是豪華版以下的車型 現在也可以從方向盤這邊進行快捷的操作 那至於這一台因為它是頂規的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皮椅的部分也多了打洞的設計 讓它做起來更通風更舒適 至於這一次的安全配備 也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除了全車系都搭載了檔位誤入的油門控制系統以外 1.8豪華以上新增了盲點偵測以及後方車側的警示系統 那如果你是這一部1.8尊爵七人座的話呢 它還會有前方的防碰狀的輔助系統 在兩側後視鏡以及前後車頭會各增加一個攝影鏡頭 然後你就會有了 噔噔 360環景功能 加起來全車最多有21項的主被動安全配備 好那今天的介紹就差不多到此結束囉 如果你對新改款的Sienta有興趣的話 這個週末就可以開始去展間看車跟試車囉 我是小蘭姐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還有還有 這次有新增的這個車色林雀蘭 所以總共有7個顏色可以選喔